3月4日,五間馬經宅要有 團結一次轉了倉去蘇惠賢馬房 今次尋蝕欣揹小六磅 有能力在泥地贏馬 精準快車,以前三歲就已經贏到這場1600米賽事 今次減夠分,可以短討重來 極速飛彈,今次難得有一檔 我只要說我不會像巴道那樣客騎 一樣有能力,繼續增勝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經 主持世榮又跟大家說說三匹精選賽區 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不是你主力投注對場 在那場中,那隻馬多少有優勢 可以連贏,位置Q等等,可以兼顧它 甚至你有信心,將這三隻試口哪批 3穿1,8注而已,80元,過了位置 應該都很分,今次放三隻半冷的給大家留意一下 未講之前記得,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 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的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精選三匹馬匹又在哪一場 也有每一場也有原因 當然,你也要下載這個堅姐賽馬APP可以幫到大家 明天還有我直播跟大家說 記住跑十場賽事,有泥地亦有草地,大家都記得 在第一場的精選馬匹,就是四班的泥地1650 這隻馬看到蘇惟賢馬房,旁邊有個紅點 在建制APP裡面,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轉了倉 他說,跌轉倉行不行? 其實沒有關係,霍利時刪倉 到了蘇惟賢,他真的跑泥地 看統計資料,泥地他試過也不錯 是的,沒錯,如果你看看他過往的泥地賽職 在同情,其實他一再跟比較強的對手跑 雙天至尊在那天土利放的時候 都可以贏到他 但是這次他排了五檔 就不用像霍利時當時抽十二檔那麼厚 而本身這隻馬,其實如果抽中檔 他是放在中間,贏馬的騎士就是蝕恩 這次也是找回他,不過練馬師不同了 這些馬其實沒怎麼退化 你看看他三班 那時候贏之前,他都是背著重磅 在追的時候,追得贏的 雖然那些對手不強 兩全其美、愛馬劍那些 終歸不是那些很強的對手 而他的四班也都輸過 比兩全其美、甚至乎愛馬劍 他都不夠跑的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當時莫雷拉沒有遮擋的 這次五檔不同 有機會,當然也不會遇到雙天之尊 有機會不用走三疊之餘 亦都不會像莫雷拉跑濕泥那次的走外碟 這隻馬很有趣 他本身只有九百多磅 去到蘇惠賢馬房,不知道是否吃好 看到馬身是養壯了 操練都正常的 你不要覺得好像很零星,不是很規律 但是你數回日數 其實他都是每四個日子 每四個日子就跳一次 越跳越密 看到蝕恩,最後的貨幫他試試 找一個贏馬拍檔回來 相信這次也會好一點 上次輸的泥濕泥,輸大敗 我覺得不用理他 都打算轉倉 所以輸遠一點,減下分也無所謂 這些馬在四班絕對是夠用的 而且你留意一下 這次比上次甚麼六磅 終歸不用跑那些大長途 不適合他跑,太長了 那怎知道他跑不跑到1650 你看看海外賽職 為什麼霍利時會經常讓他跑泥地 也在泥地有贏,跑第二上名 其實他贏到在外地,南非 已經1900米在膠沙地會跑 證明甚麼? 這隻馬根本就是泥地馬 否則他都贏不了 所以這些馬現在減夠分 在一個評分身低 親他還有最後一陣 用都是用的 所以團結一致 這些馬很值得大家試試Winplay 甚至看看蘇惠賢和師傅雷亭戰區 一旦回來蘇惠賢方家柏 師徒馬房看看可不可以 至於另外一匹 就在第六場 但是我們去廣告在第八場 大力支持這個頻道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再跟大家說說 為甚麼在第八場那隻馬 值得大家留意 第八場介紹這匹精準快車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推介這隻馬 上次也有推介給大家 結果他也跑過第三回來 不算差的 因為他不是大熱門 十八倍跑過第三 你買Winplay也有賺 為甚麼這隻馬我可以一再推介給大家呢 其實就說這隻馬根本在海外 雖然你說見他贏1400 1600可以嗎 你就反過來想 阿輝哥如果覺得這隻馬跑不到一里 他也不會跑去報 三班尾場就有1400 為甚麼不跑1400 對吧 但是 而且看在海外賽職上有一格 叫統計資料 這隻馬生不是人生 馬生唯一一次贏馬 就是在1600米賽事 亦都一再上名 跑八次 有三次進了三格 包括贏馬那次 你說贏馬很久之前 是啊 我也記得 當時姚本輝要爭這個練馬師冠軍 那年也恭喜阿輝哥 爭到冠軍 看到這隻馬 當時跑三班千六的路程 你看看同程 贏的那個雖然是蔡明少 但是蔡明少停賽騎不到 他贏的對手一點都不差 開懷大少、德勝驅這些 全部都會贏 而且他當時抽過11檔 相對惡劣的當位 也未去到11多磅的輕磅 122磅 那時蔡明少在後面 一追上來就過了 見到現在這隻馬 118磅梁家俊騎 其實不是更輕 輕到4磅 氣量上亦都不需要懷疑 去到這個操練程度 我相信這隻馬 不用多減三分 而且如果真的要減分 試襲做甚麼 收拾了整個月 當然是想提升的狀態 一鋪就希望一擊即中 這些馬 難得又好像上次一樣 繼續給大家十多倍 你就當他落飛 好像總理那次一樣 臨場就算落到啡格 最多都有七八倍給大家 有個落柱的頭柱空間 起碼買個WINPACE 就算他搏失了 不要緊 你有個PACE 都可以收到一個正常的回報給大家 當然搏不一定行的 亦都要看看場地 離不離後上 或者步速上 容易被他追到 如果超慢步速 一樣都追不及 不過這些馬 它有一個倍率給你試 亦都證明過得 操練上沒有問題 大家都可以留意 所以這些馬 我會推介給大家 如果你有信心 在三班千六那裏做阿膽 你可以建制在賽馬APP 將心心變成紅色 一樣放到第一選 你在貼士那裏看我 其實都已經將這隻馬放第一 亦都講過原因給大家 沒有那麼詳細的 簡略一點給大家 省一點時間 如果你想認識這隻馬多一點 所以就在這場 告訴大家 為何他的追勁會這麼厲害 上次的走內蘭 雖然是梁家俊 不過你留意一下 美好世界 一定美麗這些馬 比一隻比較前置 又賺了他的一檔 潘頓來的 結果就贏不到莫雷拉姐一定美麗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很強的對手 所以這次沒有了這些強手 沒有一定美麗 那隻是美麗在線 不用太害怕 初跑1,600 他大熱就好 過半這麼熱歡迎 不是精準快車 就換不到這些賠率回來 當然 拼不一定贏 起碼 你買他的位置 都比買美麗在線 VIN 賠率上起碼都高一點 用這個想法去玩 其實就OK了 好了 我們記得記錄下這隻馬之後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 未訂閱頻道朋友 右下角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 我們再講一下 尾場究竟我的重心場刺激 重心馬匹推介 另外一匹究竟為何不便宜 說到第十場的粒匹極速飛彈 極速飛彈上次都做過重心給大家 為何這隻馬可以追上來呢 這次 其實他在前一場的1,600米 他可以再報 這次就是第八場 剛才阿輝哥那場有1,600 姚本輝又出兩隻 讓了1,600 給他一隻精準快車 所以他拼的機會會大一點 但是不代表極速飛彈不行 你說上次跑千四就試過不行 又貼 上次是黏的 而且大家如果有留意巴道 其實這匹粉紅色三白色咒的極速飛彈 他的氣法真的等到進益線那些 這隻馬也不是第一次告訴大家 巴道進到直路 可能黏的又不太適合這隻馬跑 推下去輕輕打邊又不多 看到外面有進益線 那些馬在外檔蓋上來 他沿途的走位雖然有點虧 不過黏的我們是可以抹除了他的成績 也都見巴道騎得這麼輕鬆 即是怎樣 沒什麼用力 沒什麼用力 那就好 為什麼 因為這次有一個一檔 只要何宅堯力騎一點 正路 斯蘭 內蘭也有一點好處 雖然踩到尾場 一場直路賽 變成有七場草地 轉彎賽事 未必內蘭是這麼好 不過我是何宅堯 當然也懂得出去 希望不要困住他 希望大家這些馬 臨場見到有十倍八倍 不妨也考慮一下 就算你不想著買他WinPay 我想維持Q 連贏 你拖回去做配角 終歸都沒什麼吃虧的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還會有這個馬迷世界 六環彩節目 甚至乎 賽馬怪談鬼上身 晚一點點 也會和大家見面 補拍一些片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公司最近有很多新搞作 有些優惠帶好給大家 在公司的台也看到賠率直播等等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用堅制賽馬APP 在YouTube那裡 都可以方便到大家 希望未訂閱的頻道朋友 可以按右手邊 四星龍珠訂閱 明天Live 還會和大家見面 所以你下載堅制賽馬APP 先用熟了 希望明天做直播 見到馬洛菲 你都叫買得及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五街馬京 我們等一會再見 拜拜 拜拜